吕浩天对阵大卫莉莉的比赛 来看双方的第一局 目前大卫莉莉率先上手 篮球要顶弹 没打进 这样的话 给到了吕浩天上手的机会 右下方抵带有下球 红球打进 直接要一杆 粉球的中带是没问题的 粉球打进看一下 球队最下方的这一颗有下球 角度向下的话 需要走两裤 因为目前黑球没有在点位 所以说对较位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必须走到 粉球的一个左下方抵带的位置 好的 没问题 裁判因为没有带着麦克风 所以爆风的这个声音会很小 粉球一个向上的角度 很稳 这样右下方抵带还有下球 直接滴干发力 吃一裤继续来叫粉球 这个角度就可以稍微尝试带一下球堆了 好球 左边中带有了 中带红球打进 继续来吃粉球 目前因为黑球没有在点位 而且暂时没有机会把黑球归位的 所以只能围着粉球来吃 篮球的角度留的更差 贴到顶库了 属于半死球 但是我们看 吕浩天这个手感上来还是很快的 球风比较沉稳干练 左下方抵带先来吃一颗 好 粉球往回一拉 就可以要到右下方抵带 总体来说球形不错 有机会一杆超分 再要粉球中弹 还是往回拉 绕一下带角 然后最下方的这一颗 好 粉球要的很精确 角度给的也非常合适 这杆打进下一杆的较位 需要较得很细 最右侧的这颗较不到 顶了一下 看一下 如果说两颗红球互相吃住就麻烦了 没有吃住的话 还可以尝试左边中弹 好 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被吃住 这一杆很关键的一杆了 顺利打进 看一下粉球还有下球的 好 又是稳稳推进 这样右下方抵带的这颗红球有了 大威利利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斯诺克球员 在某些简单球出现失误以后中经常会出现这个比如说以球杆磕地 甚至做出撑球杆的动作 曾经有一次比赛在跟肖国栋的比赛当中两方的进攻不顺利 甚至大威利利扬言要赛后约架 当然最终没打起来啊 好 现在吕浩天已经超分了 当然收彩还是比较困难的 不过打进这颗红球对手也就不再上来了 好 领先54 台面27 没有挣扎的必要了 黄球没问题 叫绿球 甚至说绿球接咖啡都是问题 看下绿球 没打进啊 这样的话1比0 吕浩天是先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